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9日星期五的收視講 還有陳妮提 總結 廣告開發 廣告的走勢終於有起飾 今天是低開高收 不過按週仍然大約近千點 內地6月份CPI低過預期 方網股份大頭回升 恆指低開21點之後 曾經跌穿過27000大關 但之後有所反彈 修復到牛熊分界線 最多回升297點 修捕27344點 修升191點 單日升0.7% 按週仍然大錯966點 累跌3.4% 國指方面正面能從上萬點關口 但反彈62點 升0.6% 最終修捕9885點 按週跌530點 跌幅5.1% 科指方面修捕7429點 升107點 升1.5% 按週跌463點 跌到5.9% 成交方面 大致配合今天升勢 達到1868億元 大肆回升之下 科技龍頭股份當中 有不少都扭轉近日的颱勢 騰訊見過超過9個月低位之後反彈 修捕538.5% 上揚2% 美團已經從月低回升 高收8.4.3% 修捕279.2% 小米大升2.1% 但阿里的走勢未有改善 再跌0.9% 科技股份當中 明媛運同住8%的大力反彈高居榜首 修捕37.3% 快手再被大行長談股價健身低 修捕152.8% 跌了4.5%在科技股份中佔底 親任股份也普遍回升 海底撈創過45.15% 一個月的位置 修捕44.15% 飆升一成左右 而這個星期一共升了9.1% 無論是單日還是按週 表現都灌注藍籌 而海和沙布沙布今天分別大升9.3% 以及5.8% 外需股份也有不足表現 其中安踏第二季的零售額增長3.5% 有大行長好 帶動股價大升6.8% 在籃籌之中 升幅是靠前的 事前美國將會頒布行政命令 下壓美國企業的運輸成本 航運股份繼續大力回透 其中中原海鴻和旗下的東方海外 分別急跌1.1% 以及近8.8% 而太平洋航運和海鋒分別錯 8.6.4% 以及5.7% 而太平洋航運 列 na絲